故事的本身就是好的品德的教育的架构 假设说我们的孩子读了一个美好的故事 就是得到了一个美 在真跟善里头得到了一颗种子 当我在写豪丙格童话系列的时候 我试着想写一些美好的故事 比如说过于跟蝸牛借壳的故事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蝸牛表弟他把壳借给了阔瑜 可是心里他暗暗的担心 阔瑜会不会借壳不还 而阔瑜表哥呢 也真的曾经起心动念 想要占据这个壳 不过最后啊 阔瑜还是把握住了诚信的原则 把壳呢 完整无缺的带回去还给蝸牛 也得到了蝸牛表弟的敬重 在这个故事他讲述的是一种 很真实的人性 比如说我们都很容易看见别人 拥有什么东西 我们也很想拥有 很想要那个东西 可是我觉得一个有节操 有品格的人啊 就算心里喜欢 他也不会想说要去占据别人的东西 我认为再小再小的孩子啊 他都能够去体会 去了解这种人性的一面 然后我也相信这样的故事能够让孩子哦 有启发或感动 借着这些美好的故事啊 我想让孩子不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好看 而且在感动之余他能够感觉到 拥有好的品格就是一个人美好的价值 我知道哦 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对于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好奇啊 在这个系列里头我用了很多大自然的生物做主角 比如说阔鱼啊 蝸牛啊 刺猬啊 甚至天上的星星啊 也许很多小朋友他在读故事书的时候啊 他会很好奇的想要问家长或者是老师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会一闪一闪的 刺猬为什么会长满了刺 为什么我肚子饿的时候会咕噜咕噜叫呢 这些有趣的故事跟答案哦 我们都放在这个书的后面 童话里的科学小知识 一边看故事孩子还可以去发现这些问题跟秘密 让我们的孩子更去发现大自然的美 我觉得这也是品格教育的一环哦 其实我一直觉得哦 阅读它不只是为了学习文字 阅读带给人最大的礼物是 它可以拓展一个人生命格局的宽度跟深度 比如说从阅读中你会拥有世界观 然后你会去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价值观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觉得对孩子的成长一定要有耐性 就像狐狸奶奶的魔法饼干里头 狐狸奶奶跟小猴子说的啊 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靠时间和耐心完成的 孩子他需要在父母的爱跟耐心陪伴中成长 他慢慢就可以长成一个勇敢独立有自信的人 我相信很多成人回忆自己的童年 都会记得曾经有一个陪伴自己长大的成人 我一直很希望这个陪伴者的角色是由父母亲来担任 如果真能如此 那就是人生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我还能不知 不意 我还能不能够吃 我愿意 说好 我还要做什么 呢 我还能够吃 我还能吃 我还能够吃 我还能够看